芋头最好吃的 十种花样做法 最后一道好吃到剁脚 第一道 两孩子一周点名要吃八次的香芋排骨包 排骨鲜香入味 香芋粉粉糯糯真的太好吃了 先用热油爆香葱姜蒜 加豆豉 生抽 蚝油 搅匀调成酱汁 淋入十块钱的排骨中 招板均匀腌制十分钟入味 八毛一斤的利谷芋头切成小块 油热下锅煎 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再转入砂锅中 放入腌好的排骨 淋入两勺长江水 扣上盖子 中小火焖八分钟即可 出锅前撒点红辣椒葱段搭配颜色 排盖满屋飘香 学会了快给家人做起来 第二道 你明明不知道吧 香芋除了用来煲糖水 在我们这边还可以做成各种好吃的 今天就把芋头切成粒 做一道客家人特别喜欢吃的特色美食 切好了芋头 倒在肉末上 加虾米跟葱头 调味的话就加生抽 蚝油 盐跟白糖 还有胡椒粉 再加大半碗木薯粉 或者是番薯粉下去 一个方向搅匀后 要摔打几下让它起胶 再用手搓成这样的丸子 水开伤过去蒸 大概蒸个25分钟左右 蒸好后撒点葱花就可以吃了 做法简单 口感软糯鲜香 一口一个 保证你停不下来 收藏起来吧 不知道吃什么菜的时候 可以试下这个香芋丸子 第三道 我家三个儿子从小吃到大的芋头糕 做法其实很简单 香芋切片 再切丝 腊肠丁和虾米炒香 炒到隔壁邻居都闻到香味 倒入玉丝中 加适量盐和糖 少许五香粉 拌碗水 一大勺淀粉 一碗粘米粉 抓拌均匀 盘底刷油 倒入玉丝 压平 撒上白芝麻 大火蒸30分钟 冷却后切快 非常粉末 非常香 第四道 每次做这个香煎玉石卷 我都会多做一些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擦好的芋头丝里 放一勺花生米 葱花 盐 母香粉 两勺红薯淀粉 少许清水 抓拌成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一张腐皮 放上芋头丝 按照自己的手法 卷起来包紧 水开上锅 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了 放凉后切成小段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半煎半炸 这样做的香煎玉石卷 外酥里糯 你要不要试一下 第五道 我告诉你哦 以后你要是想吃朝上反杀芋头 就像我这么做 卵糯香甜 非常好吃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首先去皮芋头 切成小小的大条 水烧开下芋头 焯水一分钟捞出过凉 然后均匀地裹上一层生粉 五成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 炸个七八分钟酥脆就捞出 锅里放一勺白糖 半勺清水 开小火慢熬 糖浆成大泡变成小泡 小泡在慢慢变得浓稠的时候 下入葱白和陈皮 再下入炸好的芋头 关火翻炒 待糖浆变成糖砂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太香了 喜欢你就赶紧坐起来吧 第六道 餐桌上一定少不了这道辣味蒸芋头 寓意芋头一蒸 富芋一升 八块一斤的腊肠斜刀切成片 跟着香芋去皮 也切成厚厚的薄片 按顺时针的方向摆入盘里 然后像我这样均匀地 把腊肠摆在芋头上 水开上锅大火 蒸15分钟左右即可 出锅摆上葱花 淋上热油机发出香味 最后淋上一圈蒸鱼齿油就可以了 过年来上一盘 寓意大家事业蒸蒸日上 新的一年 红红火 第七道 外面卖十块一个的芋头 自己在家就能做 蒸熟的芋头 加八百粒白糖 烧起牛奶 来点猪油更香 导致泥再揉成团 准备早餐饼干 芋泥放入两块饼干中间 鲜骨鸡蛋液 再滚白追马 油温六成下锅炸 炸片金黄煲 这样做的芋头 香甜又酥脆 自己做的更 第八道 这个嘎崩脆的美食 只要一个芋头就能做 你吃过没 准备树上摘的芋头切成丝 倒入碗中 加胡萝卜丝 一勺盐 两个我下的蛋 两勺面粉 抓拌均匀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一上桌就被孩子们抢光光